一次日常的巡逻 一条模糊的线索 引出江面大案 一起没有报警的案件 背后隐藏着什么难言之隐 一艘消失的运游船 嫌疑人去往了哪里 一个椅背上的破洞 成为破案关键 江上连环案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2019年5月22日 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刑警支队的民警 准备对一个盘踞在长江流域的犯罪堂 展开抓 每名侦察员脸上的表情都异常严肃 那很反过来说 那都是日先就有准备的 那上来就是要干 在这么一个治安状况良好的情况下 暗藏着这么一股邪恶的势力 为了这次行动 警方已经准备了长达一个月之久 而这一切要从三个月前的一条线索说起 2019年2月 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长熟派出所的民警 在日常一次水上巡逻时 偶然听到运游船上的几名船员 似乎在讨论一起案件 在民警的询问下 一条意外的线索反映上来 一个船员就是向我们反映 就是说现在长江上 他听说不是他本人经历的 听说这个长江上曾经在前一段时间 发生过一起抢劫这个程品游的案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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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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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初期调查并未有任何结果 但警觉的侦察员认为 既然江面上的船员之间 有对这起案件的传言 那么此事必然不是空穴来风 江上做这个抢劫 这个违法犯罪活动 可以说危害是很大 对这个水运行业来说 他们肯定要传播的 传播这个信息 在这么一个治安状况 良好的情况下 暗藏着这么一股邪恶的势力 对吧 他们这个一个 严重的暴力犯罪活动 对他们从业人员 心理上打击是很大的 随即 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 立即组织警地 对这起抢劫案 展开进一步的侦察 以确定案件的真实性 在走访了大量船员后 一些零星的线索反映上来 我们公安警官经过 侦察工作发现 一名严惩级陈某 他在2019年年初的时候 很可能被抢劫过 但是他没有到我们 公安警官报过案 然后呢我们 侦察组人员呢 立马就赶赴严惩 寻找这个陈某 向他核实这个具体情况 警方在找到陈某后 陈某表现的 异常紧张 当警方询问起 他的船 是否曾经被抢劫时 他告诉侦察员 2019年1月28日深夜 当自己的船 行驶到长江太苍段水域 抑或驾驶快艇的人 手持警棍突然登船 对自己的船实施的抢劫 他跟我们讲呢 当时是有七八个人 乘坐一艘快艇 就是莫名其妙的 穿着统一的服装 类似于军装 军警 就是到他们船上 上去之后呢 把他们所有的人都控制 带到小顶上带离 然后小体在厂家里面兜圈子 他们自己呢 都被犯罪嫌疑人 戴上了头套之后呢 他们也分不清东南西北 那么整个这个过程呢 大概持续了两个小时左右呢 再把他们远路送回到船上 那么这个受害人 上到船上之后呢 这个因为上船的时候 就明显发现那个船 船破的那个吃水位 是明显的上升了 据陈某反应 当自己再次回到船上时 船上的四百吨成品油 就不见了踪影 而当警方问起陈某被抢后 为什么不报案时 陈某表示 自己是怕麻烦 所以没到公安机关报警 他跟我们说 运费到也就四五万块钱 这个样子 货物本身不是我的 然后对我来说 我的损失可能最大的就是 精神上的损失 加上这一趟运费 那我作为乘运方 我为什么要去报警 我多一时 不如少一时 他就抱着这样的心态 所以说没有到我们公安机关来报警 在确定抢劫案曾真实发生后 长江航运公安局苏州分局 随即成立抓案组 对该案进行彻查 我们后来也做过一些思考 到底他抢劫的时候 这个400吨油 400吨左右的油 他是怎么过驳走的 他是到底是找一条船过来 现场过驳走 还是说他把这个受害船舶 开到附近的港口 来这个及时泄油 对我们进入这个案件的走向 又有工作 案发地 位于泰仓水域五号府与六号府之间 到最近的港口泄油 往返时间都要三个小时以上 而按照陈某表述 他们离开船的时间 仅有两个小时左右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劫匪是不可能将船开回港口泄油的 这个是船叫北汁 然后很可能就是我们推测的第一条 他就是说找一条跟它同等大小 应该说比它还大一点的运输油船 来现场接驳这个运输油 警方通过调取海事部门的雷达系统后发现 在陈某描述的时间段里 果然有一艘船 与被抢油船紧密停靠在一起 随后警方依靠定位系统 对两艘船只进行追踪 却意外地发现 两艘游船的船舶定位系统 都是关闭的 按道理来说 按照我们海事部门的规定来说 它应该全程打开这个 像一些IRS设备 包括其他的一些定位设备 按照相关规定 船舶在行驶时 要开启自身的船舶定位系统 一方面海事部门能够了解 每条船的运行轨迹 另一方面来往的船只 也能发现行驶的航线上 是否有其他船只 避免碰撞 但是现在陈某的运游船 和劫匪的运游船 都关闭了该系统 这让警方有了一丝疑惑 因为倒是考虑到 他们从事这个行业 或者从事这个违法犯罪活动 他们很可能把船上 自带的一些定位系统 包括IRS等设备是关闭的 所以说我们找的话 是有一定难度的 但它陈某这个轨迹 都是关闭的 这个设备是关闭的 这个背后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其实很值得我们去 进一步推敲 警方认为 陈某这一行为极度反常 立即前往闸口 调取了陈某运游船的 进出闸记录 果然发现了端倪 发现他们过闸的时候 都是选择凌晨五六点这个样子 第一的他们要紧急过闸 他们肯定出于多种因素考虑 根据行业规律 运游船基本都是在上午时间段过闸 很少会有凌晨时分过闸的 然而陈某有过数次凌晨过闸的记录 这不禁引起了警方的怀疑 除此以外 陈某的过驳方式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因为陈某跟我们讲 他这个过驳方式就是船对船过驳 因为按道理来说 正规的行业操作规则来说 应该是岸上到船上 对吧 然后他们到目的地港口的话 应该是船驳到这个码头 对吧 但陈某这一次是船驳对船驳 在我们辖区范围之内 采用这么一个非正常的过驳方式了 反常的过驳方式 奇怪的过扎时间 警方根据种种迹象推测 陈某在案发当天所运输的成品油 很有可能是通过非法渠道获取的 这个几个方面结合起来 我觉得他这个运输的基本上就是走私油 所以说他后来也不会到公安机关来报警 侦察员再一次找到了陈某 在警方的询问下 陈某承认了在案发当天 自己所运输的确实是一批 没有经过申报的走私油 在遭到抢劫后 由于害怕报案后 自己也会受到相应处罚 所以才没有选择报警 警方在给陈某讲明利害关系后 陈某终于放下包袱 全力配合警方的调查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很大的过虑 很大的过虑 但是过虑在打消之后 他也希望公安机关能够 将犯罪嫌疑人生之一发 如此恶劣的行为 说实话 都有可能把命打上 放下包袱的陈某 对侦察员讲述了 案发当天的全部经过 并回忆起案发当天的诸多细节 他在这个快艇上看到的一些情况 比如说两个很重要的特征 他觉得这个快艇是一个双排座的 而且这个快艇是前开门 因为我们一般快艇的话 长江上快艇的话 都是侧开门左开或者右开 这是第一点 除此以外 陈某还向侦察员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线索 他是坐在驾驶是同一排的后座上的 到底是到处第一张还是第二张 他不能确定 但是他在坐在这个座位上的时候 让他戴上头套不许动的时候 他用自己的大拇指 在这个前面的座位的后靠背上 左下四分之一处做了一个标记 留下了一个小洞 他自己用手掏出来的小洞 然后在这个抢劫人员交谈的过程中 他发现了这伙抢劫人员 跟他的老家这个严惩口音比较相似 警方根据陈某所提供的线索 全力查找扣押陈某等人的快艇 除了小艇是前开门这一线索 劫匪的严惩口音 已被上的破洞 这些都是警方找寻这艘快艇的关键线索 我们在接到陈某给我们反映这个情况之后 我可以说是特别兴奋 就是兴奋的像一个三四岁的小孩子一样 这个点因为在我们水上这个征办案件来说 这个一对一的证据是很难很难捕捉的 他能够向我们提供这方面证据的话 就是我们一个有利的证据点 我们立马就要开展寻找这个证据的 警方马上在案发地周围可能停靠快艇的地方进行寻找 然而尽管警方不断扩大搜索范围 却依然没有找到这艘快艇的任何踪迹 就是到底原来犯罪嫌疑人这个艇藏在哪个位置的 这个艇现在是否还在这个周边的水域 我就心里就起了毛了 后来就没办法确定了 虽然说也花了一个星期去寻找 没有找到 当时确实有点消极 我们考虑做案行业人会不会不做了 把这快艇卖掉了或者拆解掉了 转移到其他地方了 我们这条路是走不下去的 我们还一直在走 这就是浪费时间的对吧 警方继续加大查找地度 一度将搜索范围扩展到案发地对岸水域 搜索范围的扩大 警方需要排查更多的港口码头 想要在这其中找到一艘小艇 不易于大海捞针 我们没放弃 一点也没放弃 我们就是奔着这个种子 这个就是抢劫的团伙 这个犯罪分子 不把他救出来 不把他生之以法 作为我们这个水上公安 水上的警察 这个一方不说 就是保一方平安 就起不到 就是讲的空话了 就是我们心里想就是种子 对不起自身的衣服 所以说我们就奔着这个 这个监定的信心念想 一定要把它调查清楚 警方继续扩大排查范围 终于在排查了数十艘快艇 近百个码头后 在南通某港口 的十公里范围内的一个码头附近 发现一艘被遗弃的快艇 找到这艘快艇 跟陈某描述的 从外观上来说是很温和的 首先白色 然后在这个做后排 这个有这个被人为的手扣的洞 然后找到快艇之后 我们立马把它固定 为了不打草惊蛇 警方并没有在周边展开调查 而是从该快艇的品牌入手 寻找其经销商 调取这艘快艇的购买记录 这个快艇呢我们找到之后啊 我们也根据快艇上的名牌号 找到它相应的厂家 厂家呢我们也去了解了一些账务情况 发现的是一个航母 当时是去支付的这个快艇的款项 通过调查警方得知 航母严惩人无正当职业 据陈某反应 自己在船上听到嫌疑人 所使用的正是严惩方言 这一线索加大了警方对航母的怀疑 这个航母呢 出现在我们视线之内呢 我们觉得它这个确实有很大的作案嫌疑 它符合种种特征 一方面它也是严惩口音 另外一方面它的快艇啊 不管是快艇的特征也好 警方立即对航母展开调查 与此同时 另一名可疑男子进入到警方视线 该男子名为王某人 严惩人 与航母联系较为频繁 据了解 王某人平日做运输成品游生意 名下有一艘运游船 吨位与被抢游船的吨位几乎相同 警方结合航母与王某人的关系进行推断 这艘船 很有可能就是案发当晚 嫌疑人所使用的运游船 随即对王某人的运游船展开调查 就是说他从闸口进入长江的时间 基本上是在我们案发之前这段时间 然后呢 经过好几个小时之后啊 他肯定也要进闸对吧 通过长江这个闸口进闸 我们也调查 我们也调查 走访 他经过哪些闸口 他的一些作业规律 活动规律 发现了他在这个凌晨的时候 疑似作案的时候啊 相应的那一天 果然 案发当日 王某人的运游船 也曾出现在案发地附近的闸口 警方推测 这可能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巧合 就在此时 调查杭某 与王某人银行账户的侦察员 反馈回消息 在对杭某和王某人资金往来调查中 发现一些现象 既然他们抢了这个油 他们肯定要把这油卖出去 对不对 他们是通过什么方式卖的 然后我们从通过他们这几个人的账户上面 看到啊 就是经常有十来万 十六七万的账户进来 对于一个生意人来说 账户内的资金流转十分正常 但是当办案民警看到 几次相同数额的转账后 更加深了 对杭某王某人的怀疑 这个呢十六七万 我们也很熟悉这个 这个大概这个数位范围 因为呢 一辆油罐车 它这个装在这个东卫 也就是 三十一吨到三十三吨这个样子 结合当时市场行情五千来块钱的话 也就是说总价也正好十六七万 我们就初步判断 它是通过油罐车分销的方式 把这一批油卖出去 根据种种迹象 警方判断 杭某王某人 就是抢劫陈某的 涉案人员 随即 对两人展开进一步调查 一个盘踞在 在长江太苍段水域的犯罪团伙 逐渐显露出来 就是以陈某 唐某 陈某 王某四人为首的这个抢劫团伙 就彻底地复出声明 经过书里发现 该团伙涉案人员 共35人 分布在盐城太苍等地 在掌握了所有团伙成员的具体位置后 警方决定 对该团伙进行收网 我们当时呢 目标肯定是 能把所有的主要犯罪嫌疑人同时抓捕到位 一方面呢 防止他们走路消息 对吧 因为这是一个比较大的犯罪团伙 另外一方面 涉及到人数比较多 我们有些 可能角色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可能还不是掌握得很准确 所以说目标就是 尽量统一抓捕到位 经过仔细研判 警方决定 先期抓捕 包括四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在内的 18名试案人员 2019年5月22日凌晨 警方决定 对这18人实施集中抓捕 涉及的现任人比较多 而且地域也非常广阔 所以我们的领导 也是及时向上级部门申请援助 然后我们是和无锡市公安局 一起在两省三地 共同实施抓捕 因为考虑到他们这个 暴力犯罪团伙 所以我们当时也是邀请 张二港市边防警察站 抓捕工作如期展开 在其中一名犯罪嫌疑人家中 警方搜查到了 嫌疑人作案时 冒充执法人员所穿的迷彩服等物证 第一天抓捕的时候 18名犯罪嫌疑人都及时的到案 随后警方又抓捕了其余团伙成员 至此涉案的35名嫌疑人悉数落网 但是到案后 几名主要嫌疑人 拒捕承认犯罪事实 互相推诿 审讯工作进展的异常艰难 尤其是在审讯中发现 这伙犯罪嫌疑人呢 因为涉及的人数较多 且犯罪嫌疑人较多 还有就是有案底 还有前科劣迹 对对抗审查的这种心态 还是比较严重的 当警方将相关证据出示给嫌疑人时 他们终于放弃了抵抗 相继承认了抢劫运游船的犯罪事实 我们是分组 大家进行讨论 对其中两名态度较为良好的犯罪嫌疑人 进行集中审讯 最终也是成功地打开了缺口 经过审讯警方了解到 四名主要嫌疑人都曾从事过走私成品游 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 而想到抢劫走私游船的想法 是在陈某栋与陶某的一次闲聊中产生的 因为在有一次走私成品游的过程中 陈某被我们国家的相关机关 将他的走私游扣押了 然后扣押之后 陈某就心怀怨气 对陈某说了一句 我们就去抢人家的 随后陈某栋与陈某二人 就联系上有快艇的航某 和有运输游船的王某人 四人一拍即合 做起了抢劫走私游船的勾当 经过警方核实 该团伙一共作案六起 涉案金额一千五百多万元 走私船舶自己要为了规避 这个行政机关 或者其他的执法部门的打击 自己是偷偷摸摸的在干这种事 那么他被不法侵害之后 他报案就投诉计气 他就不肯报案 所以这个犯罪嫌疑人 这个他会有这种 考虑到黑吃黑对方 不敢报案这么一个心理 吃准这么一个心理去做 受害人遇到不法侵害不敢报案 也给警方侦破本案 带来了极大的难度 但是长江航运公安局 苏州分局的民警 通过不断的找寻线索 成功将本案侦破 陈某栋与陶某 航某王某人等人 为了自己的异己私利 选择抢劫走私游船 必将受到法律公正的裁决 而陈某等人 虽是本案的受害者 但因走私成品游 涉嫌走私普通货物罪 同样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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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